出發前在網路上找有 走光鵝鵝鵝鵝鵝鐵塔的相關資料 偶然看到台灣最難點的照片 以為位置就在鵝鵝鵝鐵塔園區內 就到處走 找這個台灣最難點的位置 走遍了都沒找到 決定放棄 唉 我應該無緣到台灣最難點了 沒想到一出園區轉個彎 就看到台灣最難點的路標 竟然不在園區內 不過也正因為這個念頭 讓我認真的走完大部分的鵝鵝鵝鐵塔園區 依照以往的慣例 我都是在燈塔前拍個照片就走了 停好車要走到台灣最難點 看到路口處距離寫550公尺 哇 真的要走嗎 不請放棄 為了台灣最難點 我都已經跑偏鵝鵝鵝鐵塔了 這來回一公里的路程算什麼呢 最後終於到了台灣最難點了 回程的時候跟太太視訊 跟她說這一段過程 順便提到今天的午餐 就是昨天在Seven買的蛋糕 太太說 你都已經走這麼多路了 應該找個餐廳吃一頓好的 到了港口看到一間牛肉麵店 直接就進去點了牛肉麵 跟一盤綜合滷味 不知道為什麼 在外地吃的簡單的餐點 感覺上就是特別的美味 我現在知道 不然吃一口 順便都吃一口 吃一口 早這就是早餐廳 吃一口 吃一口 我先付嗎? 白骨 OK 好 谢谢 吃完了午餐 离开了港口 时间已经到下午一点了 应该要赶路了 今天晚上的路点在台东达仁乡的南田公园 之前经过南田就很想在这里露营 出发前已经先跟南田发展协会的总盖室高先生预约了 10 1 2 3 离开港口后很快就到达满洲乡 在这里做晚餐跟早餐的补给 接着就是往旭海 台26线往旭海的这条路左边是山 右边紧靠着太平洋 用Insta360拍摄真的是美不生收啊 台湾是一座十分迷人的海岛 不管是山景还是海景 都能发现令人惊叹的景色 而许多公路也让这些景色更让大家熟悉 这条台26线港载道续海路段 就因为平临太平洋海岸 加上少数保留原始自然海岸景观 让人仿佛一秒就到达沖繩 更在2019年的最美公路票选中获得第10名 这条被称作东南海岸秘境的续海公路 沿路平缓好开 海阔天空的景致更让人性况神移 地盘还能够看见由艺术家 利用漂流木打造的装置艺术 修气亭 加上原始景观的奇石椒岩 历史海滩 沙漠景观错落 让人仿佛参与了一场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在欣赏东南海岸线美景之外 来到这里也别错过体验古道的魅力 阿朗伊古道就刚好位于台东南田村至屏东旭海村之间 这条长约8.4公里的道路 也是全台仅存没有公路经过的原始海岸线 沿途生态丰富 景观开阔 但要注意记得 要在8点前申请才能一探究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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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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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200線道接199線道 很快就可以到達南田部落 約一小時半的車程 準備接199線道時 看到施工的告示 工程人員揮手說不能通行 旁邊的遊客說要等到晚上6點 天啊 真是晴天霹靂的訊息 我決定左轉走199線道到車程 再往北到豐港 走台9線到台東 到了南田部落都不用晚上6點 還是騎吧 不能過嗎 蛤 那我要這邊會通到哪 車程啊 車程喔 到一樓大樓啊 時間到 哇 他回來單營那樓下滾 他多久會放行嗎 放行要等他們休息 休息是幾點啊 這幾點要滾啊 沒有先搜尋好旅程中的路況 旅程數硬生生多了快50公里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不過這也是旅行過程中難以預料的地方 幸好台9線的草頂隧道4半中計通行的時間延到4月底 不用再走舊的南迴公路了 總之經過一番波折 最後終於順利到達今天的路點了 氣象預報說今天會有強烈冷氣團南下 我到了南田公園後就感受到陣陣的強大冷風 這海風還是冷風 協會的高先生到了之後就說 歡迎感受這邊的特色就是這強大的海風 原住民就是有著獨特的幽默 台東縣達人鄉著名的南田海灘 是全台獨有的鵝卵石海灘 岸邊的石頭經海水長年的洗禮 形成質地堅硬、有黑光滑、黑白色條紋的外觀 因為價值不凡 成為許多玩家和遊客尋寶的目標 為了制止嚴重盜採的現象 台東縣政府以公告嚴禁減10殺死 圍著將依法送半,並處以100萬至500萬的罰還 據了解 南田石屬於珍貴的鵝卵石 經過海浪長年拍打 外表堅硬光滑 且每顆石頭渾軟尖 深受不少玩家青睞而收場 加上在國內外的亞石競賽中經常奪得佳績 因此近幾年來身價暴漲 吸引更多民眾前來 天色越來越不對 等到確定銀位後 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把帳篷搭好 風真的很大 地部內帳都得先用銀釘固定 帳篷剛搭好雨就下來了 幸好我的Ogawa 有個小限定可以暫時躲避 今晚我並沒有包場 隔壁有一對外國夫婦騎著單車前來 他們也是循著跟我一樣的路徑 看到封路的199線道也是傻眼 幸好遇到善良的人幫忙 搭車走南迴公路過來 連我這個獨生獨長的台灣人 也不知道這邊封路了 更何況是你們 今晚在強大的海風作用下 考驗著帳篷的抗風能力 我也在不斷搖晃的帳篷下 伴隨著海浪翻騰的轟鳴聲中度過 今晚不好睡 明明後說 他們有落地的外國 doğru 可以可以可以 藍田社區發展協會 海浪 Prior 南田社區發展協會 發展協會 發展公所的阿衛 南田社區發展協會 開通市財務公所的阿衛 委託我們協會管理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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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很少錢就想來錄了 然後... 你有來過齁 有喔 我就經過看啦 可是...就是還沒有機會錄 嘿 我跟你們講 對啦 沒關係啦 再怎麼下雨也沒關係 你從哪裡起過來 我從... 我已經吃第三碗了 昨天在肯... 你出發點 我從台中 哇 是公園耶 昨天在... 昨天在肯定 前天在... 霧台 你怎麼會知道沒有錄影區 哎呀 想要找 地圖上有啊 因為我們還沒有正式PO 蛤?很久了耶 你們這不是很久了 我們是PO那個協會的 可是這個錄影區我們還沒有PO 那是遊客傳的 齁 我又都有勾的 因為我之前來 知道說要約 才有辦法錄 我們這個正式的官網 我們還沒有成立 齁齁齁 趕緊 反正都有訊號嘛 因爲你們有釋放 然後有的就會貼 對啊 然後就是要聯絡 才會有廁所可以用 阿我們是去年 2月才... 這個霧營器才開放 喔 不錯啊 這個南田是有一種 特別的石頭對不對 南田石 沙灘上會有嗎 可是不能撿喔 我知道我很好奇到底南田石是什麼 沒有啦其實它是有一個 它比較獨特是上面的石英 那個白石 它那個湖南天城的 什麼 它說不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嗎 的確啊 就台灣才有嘛 所以叫南田石嘛 國際上那個石展喔 呵呵有名有出去比賽過 嘿 我就想明天早上去看一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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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右上 鱼 左下 右上 右上 左下 右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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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我的食材 放入浆水 然后放入浆水 放入浆水 放太大 醬汁 水 萝卜 水 水 水 砂糖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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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放入鍋中 再放入鍋中 1大匙 1大匙 2大匙 加上 1大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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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匙 1大匙 好 就像眼睛 旁白 白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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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芹 白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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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在空中转了好几圈 接着命中挡风玻璃 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样 傻眼 如果真的砸破玻璃 只能听天用命啊 这起事件发生在国 我们的公务局 第一个时间 在我们的收救群 目前收救群也都在现场 在这一个做收救 那目前 从我们的调阅的监视录影带 冷空气的量很多 气温上面当然运温就会往下降 这波冷空气最强的 大概是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清晨 我们看一看 未来这一个礼拜的温度变化的状况 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越弯 温度就越降 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清晨 低温大概9度10度 到了礼拜六的白天开始 冷空气减弱了 温度就往上回升 我们看到礼拜六开始 冷空气减弱了 可是礼拜天清晨温度还低 那这里面有一大部分 就是明亮少 夜间辐射冷却的效应比较强 所造成的低温 那这种夜间辐射冷却 所造成的低温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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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